在埃及待三個月 跟妹妹一起玩風箏重浪 對 哦 埃及 去埃及重浪 風箏重浪 白沙灣嘛 這個 對 怎麼白沙灣 哦 埃及 然後我們玩得很開心 其實也不便宜 大概一個禮拜要花大概兩萬塊 因為我們租設備 然後我們的住宿都對 設備在貴啦 非常貴 設備大概 一個禮拜大概一萬五千左右 哇 對 其實住那邊很便宜 因為我們住很普通的房間 對 然後我們玩得很開心 過了三個月會波蘭 但是我發現我們 沒有訂票 蛤 沒有訂機票 沒有 我都沒有訂票 對 又用回家 然後 對 我根本沒有說怎麼辦 因為我們錢已經花光了 結果完全沒有 然後我們在 問爸爸要怎麼辦 然後過了再一天 爸爸說 好 我這次幫你們付 但是上次不要那麼亂付錢 對 亂花錢 那你沒有帶信用卡在身上嗎 我們錢已經沒了 信用卡 Credit Card 我有信用卡 但是裡面都沒錢 哦 對 就是 刷到 對 玩得太開心 找破爛的客人花雪 然後我們一天 對 我們一天賺兩百歐元 我們 我們一次下午的時候 要出現的地方滑雪 然後 因為有很大的霧 我們走錯地方 然後我們下去 我們發現 這個地方離我們家 大概七十公里 對 好遠 好遠 真的 對 然後我們跟客人說 其實我們現在只有辦法 坐一乘車回家 但是我們不知道 分會多少 然後客人說 啊 OK 沒關係 然後我們坐車到飯店 司機說要付 兩萬五千塊 哇 七十公里 對 兩萬五千塊 我跟爸爸都嚇死了 我怎麼會這麼貴 這個如果發生在賈斯汀身上 但是 他就是 問你也走路也嗎 但是 七十公里要兩萬五哦 兩萬五千塊 瑞士是不是 兩萬五千塊 他應該會知道 你知道吧 瑞士的 瑞士是歐洲大概最貴的 對 地方 最貴的你還坐計程車 而且瑞士那麼小的 但是 我還沒講 那個可能是VIP 所以他說沒關係 我付錢沒關係 對 因為他 就是我們的客人都是VIP 因為瑞士的 瑞士的計程車 我那時候還在學校的時候 叫來車子 就是二十塊 髮廊起跳 二十塊二十四百多塊啊 哇 四百多塊啊 起跳 起跳就四百 對 你剛剛說你在瑞士教滑雪哦 對 你現在還有在教嗎 現在 我明年要帶台灣的團隊 去歐洲 哦 那你知道我們有加旅行社 叫歐多利 我們可以合作一下 好厲害 沒問題 可以啊 不然不能猜一點聲音哦 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他滑雪的VCR 好 大家好 我們在滑雪 我跟妹妹是滑雪教練 這是歐洲最高的山 叫Move Lo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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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有去德國玩 然後我們 我們其實剛 因為我家裡德國很近 我們就是剛進去德國的時候 警察讓我們停下來 然後我說我們超速 我們開150公里 然後那個限制是100公里 對 超速50啊 對 然後警察說我們要付500塊 然後我朋友聽到這句話 就開始把髒話說 Gurva 然後警察居然聽到農夫人的髒話 他就是他說 然後他說 媽她 我們要付Double 對 我們在 所以結果 花花 最後一個發單是 一千歐元 一千歐元 對 真的是這樣 對 這是酒駕的錢吧 哇 這是一個趙哥不能去的地方 快四萬耶 對啊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德國有很多這種狀況 就是 波蘭的司機會罵德國的警察 然後他們生氣 對 對啊 所以是這樣 所以你再學中文對不對 對 所以現在 用中文罵 德國的心態 用中文 不是關於Radiant 因為就是波蘭以前蘇聯的時候 我們都有量式的端學 就是比如說 你出草市的時候 你會看到 一瓶醋跟一瓶酒 然後其他什麼都沒有 就是 比如說 就賣不到肉 糧食短缺啊 對 就是賣不到肉 賣不到菜 就是買一片巧克力 什麼都不會有 就是可能六個月一次 就是一天會有肉 你可以買得到 對 太扯了吧 為什麼 也太扯了吧 就是以前波蘭是真的 一千 一千 對 然後我朋友就是 有一個朋友 他年紀比我大 然後他就是 蘇聯 都是 波蘭蘇聯的時候 他讀 他讀那個高中 然後他跟老師去瑞典路友 對 他們作創的時候 我朋友發現 在那個販賣機 有很多酒 然後就是不用 那個身份證 都可以賣很多酒 對 然後他賣下來 就是很多負責家 然後下來了 瑞典 他就把這個酒 賣給瑞典人 對 然後就賺了 那時候賺了一倍的錢 對 邊走邊賺 沒錯 然後後來 他去繼續逛街 他看到有很多巧克力 然後波蘭 什麼巧克力都不會有 但是就是賣了一大堆 巧克力放在背包 然後回到波蘭 就全部也賣掉了 就是在波蘭 然後再賺了一倍 哇 就是那時候準備好賺 直接牽一頭牛 兩隻雞去賣的話 會不會比較快 對啊 而且他這一趟下來 聽說買房子了 誇張 那現在波蘭咧 現在波蘭有什麼可以賺錢 基本上就是電子產品而已 對 就是比如說假設就是在台灣 有一台比如說Sony的相機 在台灣會大概 四萬 然後在波蘭可能會到五萬 那跟巴西差不多 對跟巴西 其實還沒有到那麼快 沒有到那麼快 我想介紹一下 波蘭的哈利波特的城堡 好啊 波蘭哈利波特的城堡 聽起來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對啊 也是個開始的 電影裡面也很多鬼啊 對 就是波蘭南部 靠近德國跟捷克的一個小城市 有像哈利波特的城堡 對 就是在這裡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耶 就是那個城堡有大概800年的歷史 對 然後就是 但是這個地方沒有像哈利波特 那麼的浪漫 就是因為就是它從來有很多族人 然後傳說那邊發生很多恐怖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傳說說 300年前那邊有一個德國的貴族 然後有一個主人跟他的太太 然後那個那時候有戰爭 然後主人要出去 離開了家兩年 後來過了兩年 主人回家之後 發生 王 這是外遇的故事還是 對 就是 隔壁老王的故事 怎麼意思 所以就是老公覺得就是一定出櫃了 然後就是他做了很邪惡的事情 他把那個小孩圍起來在槍壁裡面 然後讓小孩死在槍壁裡 天啊 對 然後後來就是他還把老婆丟到水井裡面 然後就老婆很慘就是也是死掉在水井裡面 然後後來就是現在的人就是會去那邊觀光 然後那邊有飯店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聽到從水井裡面就是 哭的聲音 然後就是也聽到就是救命的聲音 對 就很可怕 好刺激 我好像有聽過這個故事 對 所以那個小孩是你的 不是啦 對 然後呢 然後其實附近 附近的人晚上有一次過去就是城堡裡面 然後他有看到從水井裡面有女孩出去 然後他有進去那個城堡 然後找小孩 就是找到的小孩 找到的小孩 所以從水井出來到城堡裡面去找他的小孩 對 然後找到之後他後來就回去那個水井裡面 就是就很可怕 然後附近的人都不敢去那邊 欸 通常這種鬧鬼的一個晚上都超鬼 而且生意都超好的 對 好奇怪 就是我覺得看起來很浪漫 但是其實不是那麼浪漫 對 OK 了解 對 我最近有去IG玩 然後我們也走到一個 就是也很複雜的地方 我想解釋一下 我之前去IG玩 我們走到一個地方叫做LUXOR 就是那邊很漂亮 就是有很多孤單的樓 對 這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它其實那個整個地方都是一個千年古城 對啊 對 沒錯 然後就是我們光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走到就是那邊荒地的墓地 下一張 下一張 對 就是這裡 很美啊 然後就是那邊也有 就是有像地下街 有一些地方 然後就是那邊比較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們就是光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是好像一直聽到一個聲音在旁邊 但是我一直看都沒有人 對 就是只有在 只有我們的導遊在解釋就是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什麼 然後我還聽到一個聲音 我覺得好奇怪 然後我問那個導遊其實 就是你們是不是安穿一個喇叭在這裡 然後就是一直有聲音 我說其實不是 你應該聽到是這裡祖先的一些聲音 就是 就是那邊從墓地會有一個聲音 對 就是很奇怪 但是我也不相信他會這樣說 但是他真的說就是從墓地 你會聽到聲音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再也不想去那邊就是很恐怖 因為埃及有很多他們的神跟鬼就是 對 不覺得那邊 就是那邊埃及的 埃及傳統的歷史也有點複雜 就是也有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實那邊 去那邊的話真的要小心 而且他們很多就是那種對面就是 墳墓可是這邊是住家 對 沒錯 超近的 千年古城那一種 對啊 你有去過是不是 那個地方叫做陸廁所 它其實就是埃及他們古代的帝王 都會葬在那邊 那中間是尼羅河 所以其實你們剛剛看到那個 應該是公養神廟 就是那個 剛剛那雕像是拉美西斯二世 它的樣子 所以確實那個神廟裡面 有超級多奇怪的那種神話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那個巨石 應該說這個巨柱 大根柱子那個柱子的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柱子 那它裡面有很多很奇怪的回音 可能譬如說 我今天在這個對角 遠遠的可能一百公尺之外 我講一句話 然後它就會因為那個聲波傳導的關係 在另外一個對角的人也可以聽得到 聽到了 對 然後那邊也一樣 到了半夜的時候不會去 所以有時候可能不是鬧鬼 對 有時候可能是聲波 有可能是 可是因為他們有講說 在有一段很混亂的時期的時候 在... 因為我剛剛講說 尼羅河的東岸跟西岸 那個是在東岸活人住的 西岸那邊都是死人住的 對 其實有很多的盜墓者 他們晚上就會出來把守護 那些墓室的士兵們給殺掉 進去盜墓 盜墓啊 所以其實那邊死很多 那個很有名的那個玫瑰城 那邊也就是啊 那邊全部... 玫瑰城那邊我們去參觀過嘛 玫瑰城那邊也是在四五點 它就會把你全部趕出來了 對 西岸山那邊也是有很多 對... 然後那邊就是這樣啊 你站在這邊人住的地方 然後對面全部以前都是墳墓 對 然後東西裡面都空的 因為都被盜墓盜光了 沒錯... 對啊 就是很多... 埃及超多這一種 很陰盛 很恐怖耶 因為你知道他們瑞典 真的要看病要等很久 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 我學弟是在瑞典教書嘛 是 那他就說啊 他們如果想要請假 有一個理由是 全公司的人都不會拒絕你的 就說我今天約了醫生 他就說你趕快去 趕快去 因為你好不容易才約到 你一定要去看 跟約到一個很神的算命婆一樣 一樣 非常不容易約 然後他說他們現在甚至醫生缺乏 有時候是... 有些是波蘭來的醫生 波蘭的猜測耶 波蘭 可是波蘭的醫生很有名 你看一個醫生要排幾年啊 對啊 沒錯 就是我好朋友他膝蓋不舒服 然後就是他需要換那個膝關節 所以就要動手術 就是肚力以後會面對的問題 對 發生就是他... 他如果要... 比如說他沒有肩膀的話 要動這個手術要花大概十萬塊 嗯 對 但是... 就是有一點貴 因為其實在波蘭這個是大概四個月的 四個月的薪水 對 然後... 但是也有一個方式就是可以用肩膀 問題是如果他用肩膀的話 他要等十幾年 十幾年? 十幾年? 十幾年都一定還會 十幾年他也不用再換了吧 什麼啊 就真的是... 所以他可以 杜莉你現在先預約 對 為什麼說我下這個東西 什麼預約 明天掛急診就去換 哈哈 太誇張了啦 沒錯就是 有...我朋友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他...我... 他應該沒有到追究的時間 追究的時間可能會十八年 哦 十八年 十八年一個孩子都成年了 是不是你... 對啊 還比較快 小孩一出生先幫他買 膝關節開刀的那個定位 真的 限定了 波蘭你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推薦 就是... Nesos spray 對... 噴鼻子 鼻... 鼻噴劑 對... 噴鼻劑 因為就是台灣我發現很多人也會過敏 然後鼻子也會很曬 然後波蘭就是天氣也很冷 所以就是鼻子很容易曬 然後就是我媽媽也差不多每一天 它也鼻子很會...就是不同 嗯... 它就會用這個... 海水... 噴在鼻子裡面 它裡面是海水的成分是嗎 對...大部分 就是都是天然的成分 都是天然的成分 那還賣...拿來當藥賣 這樣會不會也賺太多錢啊 其實...但是也不貴 在波蘭就是... 大概一百塊左右 哦...還好... 可以... 一百...就是這樣... 這瓶的話在波蘭就是一百塊 哦... 對 波蘭才是福特加的原產國 真的嗎 對... 而且它其實是從波蘭到俄羅斯那邊的 那然後出了... 那基本上我們波蘭... 其實台灣人對波蘭的比較陌生 認知比較小 比較不知道 比較了解 那其實去波蘭一定要去哪一個地方呢 當然是華沙 華沙就是有很漂亮的購物店 然後很漂亮的老城 其實可以看很多不同的地方 夜景也是很美的 它就是一個很都市化的一個地方 那... 要不要在華沙買福特加 不要 因為貴 在華沙一瓶... 就是這個... 這個很有名的... 就是... 這個是一個... 野牛草酒 它就要台幣400塊 哦... 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買的最便宜 而且最新鮮的... 就是要去這個城市 這是我的家鄉... 比亞維斯托克 那... 它是里華沙300公里 其實是不遠 可以搭火車 300公里哦 對... 其實是不遠 它在白爾的邊境那邊 那... 那邊也有很多很美麗的風景 所以我每次就是去波蘭的時候 會繞去比亞維斯托克 然後那邊一瓶福特加才280塊 比較便宜 我們每次去的時候都會買一瓶 然後我老婆也帶一瓶 然後我們就每次都會送給我們公司老闆 那老闆每次喝都覺得這個很香 就是你開了300公里 只為了省120塊 是這個意思 你感覺嗎 因為它是感覺變省產的 它如果順便去那裡玩就可以 它帶 那就只會漂亮 因為如果只差120塊 不用專程去那裡買 對啊 那個油錢都不夠了 它很好吃 然後肉很好吃 然後很便宜 就是你可能就是20塊就可以吃 就是一頓好飯嘛 所以我每次出差 我就點個沙拉 然後點個就是煮菜 然後點心 沙拉吃光了 就飽了 因為分量真的太大了 然後那個盤子就是非常大 然後那個蔬菜就是 都就是這樣子一頓嘛 所以就是 我就覺得 好捨不得還是要吃 所以就是硬塞塞塞塞 然後就回國 就變胖兩公斤 我老婆呢 她更誇張 她每次回波蘭 被我媽媽 被我媽媽就是養胖 怎麼說呢 她每次去波蘭 就是會變胖五公斤 為什麼呢 把媽媽吃掉是不是 因為我媽媽做菜真的很好吃 對 所以不是這樣子 難怪 對 那怎麼說呢 她都會做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我這邊有帶一些照片 給大家分享 蛙蜘蛛 這個是我媽媽烤的烤乳豬 這支五公斤差不多啊 不是整支吃掉 差不多都是被我老婆吃掉的 好厲害喔 對 幾乎是當天 媽媽也太厲害了啦 頭也在耶 然後我媽媽還會做 可是整個形狀好明顯喔 對啊 好完整 對 然後我媽媽還會做 手工的披薩 那那個也是很豐盛的 對 其實一吃就吃飽 這真的 胖五公斤算客氣 真的 算節制了 對 然後手工冰淇淋 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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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媽媽好厲害 還有呢 還有就是一些傳統的波蘭的點心 什麼 就是像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一種奶製品 它叫做奶渣 然後上面 你要加草莓 然後果醬 就是很甜很好吃 所以每次帶老婆回家就是 很容易 對啊 五公斤算便宜她了 五公斤算她體質很好 之前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在路上遇到一個阿嬤 然後阿嬤跟我說 小心喔 今天有紅胎 然後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說好 謝謝 上課的時候我就問老師 老師今天我遇到一個阿嬤 然後她跟我說她紅胎 然後我是什麼意思 然後老師就想到的說 哇 你有報警嗎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阿嬤說的是 然後她是 紅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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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太風搖來的意思 紅胎 三人都說 紅胎 紅胎 對 就是老師因為我在說那個 阿嬤被殺的意思 其實怎麼了 自己 沒有 我只想問一下 我是波蘭人 然後我一切 我想表現一下我的台語 我說 我是波蘭人 然後我聽說波蘭也是一個章話 你波蘭的人 對啦 是不是 波蘭人嗎 我是不知道有這個職業啦 這 我其實完全不知道的意思 我只是說 我聽說是這樣的話 是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我們在笑什麼 去扶人家的 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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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啦 對啦 所以講真的 比如說我們在職場上面講說 那個人很會kiss ass 我就會說他很會波蘭 波蘭 波蘭 波蘭老闆的 對 好 我知道 蘭在台語就是那個LP 然後波蘭在台語就是指把那個東西扶起來 或把那個東西抱起來撐著 碰著這樣 對 台語這樣 我說中文就好 就是 當然英文就是很吃香 我以前當花學教練 比如說我帶波蘭的客人去瑞士化學 我就是很多 安排很多東西都是用英文溝通 然後以前我就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有好幾個台灣的同學 然後他們英文其實沒有那麼的厲害 然後很多次他們 他們幫 他們請我幫他們寫功課 就是作業 因為他們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幫他們看 或幫他們寫 然後都是我那時候就 我跟他們說我幫你 然後就給我一個便當 然後就是那時候有辦法 有很多錢 就是無餐的錢 對 OK 英文很重要 天啊 怎麼感覺你這個好像很多道程序 對啊 我今天想介紹給大家 拿波蘭蛋糕 是 沒錯 拿波蘭蛋糕 拿波蘭蛋糕 沒錯 拿波蘭蛋糕我吃什麼 我還沒吃過 對啊 拿波蘭蛋糕是 到波蘭去了 是小時候那種一層一層裡頭 有個酥皮的那種嗎 它是一層酥皮 一層卡斯塔棒 然後一層也被吃 那一層都是拿波蘭蛋糕 好啊 波蘭的做法 我們就是用奶油而已 奶油 我們就是補一補那個餅乾 然後再加很厚的那個奶油 奶油 所以是奶油 現在再弄一點那個檸檬皮 檸檬皮 沒錯 還有加一點核桃 然後就是我家鄉的核桃 你家鄉的核桃 從波蘭來的 對 沒錯 這一碗嗎 對 這一碗 但真的 沒錯 有不一樣嗎 然後就是 如何如何 有不一樣嗎 一樣耶 還是一樣 害我們期待 然後浩哥你呢 你怎麼可能會長不出來呢 真的一樣 對 就是首先呢 我們會把兩個蛋黃放在這裡 就是在碗裡面 然後再來加250cc的奶油 不是牛奶 對 牛奶奶油還沒加 然後再來呢 還有加兩個湯匙太白粉 然後兩個湯匙麵粉 喔 太白粉麵粉 加這麼多 要加太白粉又要加麵粉 對 沒錯 對 因為就是它要很濃 很濃 等一下要加熱 其實不用烤箱 就是我們等一下有加熱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倒下來 好 要把你開火 可是它有沉澱在底下 你要把他把它放出來 沒錯 沒錯 要用這個 稍微攪拌 那這個在波蘭是 家家戶戶都會做的啦 對 在這裡我們都會做 因為就是做法很簡單 然後不用 完全不用烤 可是拿破崙 跟你們波蘭有什麼關係 有 因為就是很久以前 拿破崙有來到波蘭 我又去自由行 沒有 提示清楚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請導遊 OK 那時候是戰爭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那個拿破崙跟 他的軍人叫波蘭怎麼做 是 就是這個故事 然後再來我們家 打戰的時候還有心情吃甜點喔 對 就是然後 因為是法國人啊 拿破崙是法國人 還有再來呢 我們加250C的牛奶 還加多一點 我很好奇你們那邊的男生 是都會做甜點是不是 波蘭人 波蘭大部分 對 他這麼棒喔 其實甜點不一定 但是我們都喜歡做菜 我們都喜歡做菜 真的喔 對 那你單身嗎 單身 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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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天啊 有意義嗎 有啊 搞得像越南情緣 易軒也單身耶 男生帥又 又會做甜點很棒耶 那個 易軒也單身 等一下你建議有小孩的嗎 不靠藍姐也累單身啊 沒有 我要問他建議有小孩的 累單身 你問是不是 我可能要思考一下 但是基本上OK了 對 基本上OK啦 你思考的會不會太快了一點 對啊 我的 因為我的條件沒有太高就是 條件是什麼幹什麼 你這裡條件是什麼 你講條件沒有太高 你看著皓然姐幹什麼 他說沒有太高是我還帶了兩個 不是說我的外型 這個為什麼變結塊啊 它就是它會變成一塊這個樣子 然後它就是 這是結塊還是菜瓜布掉進去 不是要大概幾度 大概四十分鐘它就會全部融化了 對 那這四十分鐘 你可以講一下你的摺偶條件 好的 好了 還有就是我們 這塊奶油大概要六萬個 這塊奶油大概要六萬個 這塊奶油 這麼大塊 這可能要做六萬次的深蹲才消耗 真的 等一下 得力要這麼多嗎 這麼大塊 它全部要融化了 它全部要融化了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它奶油好多耶 這個是做完就變這樣 有點固體這樣 對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 我換來之後 你確定是這個嗎 沒錯 這個好像剛剛安祖拿來的馬鈴薯泥 不是 不是 好 你做你的 這個煮一煮之後要放冰箱 然後放了冰箱 它冷掉了之後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 然後呢 我們就 開始補一下餅乾 那個是什麼餅乾 對 就是它是很一般的奶油餅乾 就是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牌子 對 就是很一般的餅乾 然後就是我們補一下 在這裡裡面 那你覺得 就是一層一層把它鋪好 對 就是我們 我們先吐一層 然後全部要做三層 要三層 那你覺得以這個 一個女生 然後這個 壽生成功 你會很欣賞嗎 你不要那麼欣賞 對啊 現在現場有兩個 東西 然後有帶一個女兒的話 什麼 他什麼時候帶一個女兒 他帶我的女兒去玩 對啊 OK 你會建議 對 然後 我覺得等一下再講 等一下 他沒有幫他分心 對 然後我就是我們 先鋪一層 然後 就是要加那個醬 沒錯 是 然後呢 就是要這個 這個忌廉要變成散粉 對 就加進去這樣子 就把它鋪 均勻地鋪在上面 沒錯 是 所以這是一道 不用用到烤箱的東西 完全不需要烤 對 完全不用烤箱 那你覺得前面那幾道 烤得跟真的一樣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就是怎麼做嗎 他們的菜牌是我的 沒關係 你做 對 然後我就是 塗完之後呢 塗那個醬之後 它就會變成 是 這個樣子 對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它這個已經 但是我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就是三層餅乾 三層餅乾 然後塗三層剛做的這個醬 沒錯 對 然後現在呢 我們加 塗完了之後還需要冰嗎 還是就先這樣 其實就是 塗完了之後 要再冰兩個小時 最好三個小時基本上 對 是 然後現在 所以是2.5個小時 對 是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 檸檬皮 檸檬皮 對 我剛才就是 切一些那個檸檬皮 然後現在我們就加上面 要切薄薄的 不然切太深會很苦的 對 不能跑到那個白白的地方 是 對 甜點加零 好棒喔 加這個超棒的 不但增加了氣味 也增加了顏色 對 好漂亮喔 而且就解膩 有沒有 那個太甜了 也就是那個檸檬皮 它會加 就是另外一種味道 因為就是 吃到這一塊的會很酸 幸運 也就是沒有加檸檬皮的話 它會味道很淡 然後就是檸檬皮 就加檸檬皮的話 會更加味道 對 有那個檸檬的香氣 對 沒錯 然後就是 我加上的核桃 核桃 是 沒錯 然後我們就是也加小麵 喔 現在把它壓碎嘛 就是對 我剛才有壓過 變成顆粒這樣子 沒錯 就是它變成小小塊 是 這怎麼感覺好像是在草地上 然後有 對 有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它是比較 然後沒有把它剪起來 好好的一道美食 就是被你們講成這樣 沒有 只是想說 對啊 它比較像森林的感覺 是 那就很多種動物囉 對 好 好 對 就這樣子 核草莉嘛 沒錯 還有那個剛剛檸檬的皮 沒錯 你加 你現在我先一塊給你 你加腳皮 怎麼樣講 造群很多 造群又很多了 那你幫我們切囉 那我們的桌上也都有對不對 大家試試看看 大家試試看看 有嗎 餅乾是軟的了 它可能 對啊 為什麼餅乾會是軟的 因為它吸收了這個 對 它是濕潤的 對 它是濕潤的 對 你剛才放冰箱 對 放冰箱就會比較軟 是 因為它做出來的那個料 是硬的啊 對啊 不然你這個盤餅乾 你放在外面 第二天吃也是軟的 你是不是有點韌性了 沒有 沒有 我說真的啦 比我想像中好吃非常多耶 沒有 滿得戀的 大家看到 其實是硬的 但是吃到嘴巴裡面 它是鬆軟的 因為有吸收到一點濕氣 然後那個醬 我覺得它介於卡士達醬 跟布丁中間的口感 對 它有軟 它有Q 我覺得是因為加了那個素 就是玉米 那個太白粉 跟麵粉的關係 因為它就會有那個Q度 又有那個滑口度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醬好吃耶 很好吃 我剛才網友說就是 大家 我還有加一點點酒 什麼酒 那個檸檬酒 難怪它檸檬香味很明顯 很怪 我還以為光光是那個皮 帶動整個味道 沒錯 因為我不想要那個味道太淡 還有點小心氣在裡面 我覺得很出乎意料的好吃 對 新加坡跟波蘭的組合 這個我覺得還滿新奇的 新加坡今天要帶 後面是抽籤抽勝的兩個 因為兩個真的分得還滿遠的 對啊 波蘭有什麼食物 因為新加坡食物 我們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 波蘭有什麼食物是比較 比較經典 就是我們經典的話 我想一下 就是我們有很多湯 我們的湯 比較像台灣的那個火鍋 對 就是有一點 對 我們沒有火鍋 但是我們很多湯就是像那個 台灣的火鍋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兩個結合起來更能想像 聽完了還滿模糊的 對啊 那今天新加坡要帶來的事 我要做的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我們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愛吃的 椰漿飯 喔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可以可以 相信我 怎麼樣這樣聽起來感覺你愛吃椰漿飯 這OK啦 我只怕它做不出來 那波蘭要帶來的事 波蘭就是我們做家常吃的料理 就是媽媽們愛做給家人吃的奶香雞 感覺現在目前好像還OK 所以兩位 這個聽起來還滿興奮 對啊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奶香雞肉熱漿飯 沒錯 耶 感覺還OK 來來來 好 那我們先做就是 我做奶香雞雞肉之前 我先煮雞肉湯 然後就是也可以去超市買 但是我覺得就是超市沒有那麼的天然 所以可以自己做雞肉湯 然後我就是自己已經準備了就是 等一下 他堅持要先做他的湯 沒錯 沒有湯已經準備了 對 就是 湯已經在這裡 但是呢 等一下 首先我們放那個雞肉 就是我已經準備了 蒸的 蒸的雞肉 蒸起來了 蒸過的 蒸過的雞肉 什麼的部位 哪個部位 胸肌 胸肌最難做的 雞胸肉 對啊 雞胸肉的話做不好 有點難 猜一下 對 然後我就是已經有加進去 義大利綜合的香料 再來胡椒 還有 還有辣椒 跟 有一點鹽巴 但是不要加太多鹽巴 因為會太鹹 然後所以我們先加到進去 對 我現在就是加熱 因為它已經有準備好 然後我加一點椰子油 椰子油 對 對 就是我 因為我 就是椰子油比較 我覺得比較健康 就是蒸的話 比較會健康一點 OK 對 然後也加一點點 OK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那個雞肉就是 變成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加雞肉湯 對 我們加進去雞肉湯 然後就是數量腿 那麼大概這個樣子就 好像是大概400cc左右 是 對 我們全部都要進去 也不能太久 因為你前面有蒸過了嘛 對 沒錯 沒錯 然後再來加一點鮮奶油 你為什麼會選雞胸肉 因為雞胸肉真的很難處理 但是其實我們波蘭就是幾乎 大家最愛吃的都是雞胸肉 但是它用蒸的方面 是把裡面的肉汁有沒有 它比較不會油濕 你假如用煮的話 那雞肉一定是有點柴 如果太大 就是我們蒸雞肉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點蛋白 就是雞蛋的蛋白 讓它比較不柴 然後比較嫩一點 對 那你的那個雞湯怎麼做的 雞湯就是我用馬鈴薯 再來洋蔥 還有 再來就有蔥 沒錯 這湯是你煮的嗎 還有一次 沒錯 對 其實我就是 我中文這些名字 我沒有那麼清楚 OK 對 反正就是有 就是我們家 其實每家煮雞肉湯 會用不一樣的材料 就是幾乎都是我們在超市 會賣得到的菜 就放出去 那你的雞肉湯也是用雞胸肉去煮的嗎 還是你用雞甲骨 雞甲骨 雞甲骨 雞的骨頭 雞的骨頭 對 做雞肉湯 沒錯 然後等我一下 OK 然後接下來呢 那就是那個醬要收 就是比較 醬汁要收汁 收汁 沒錯 我是不是很懂你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醬料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在後面就是那個 收汁之後 就加進去一點甜椒 再來加一點點蔥 對 然後就是 對 香料的話就是 在後面可以再加一點 胡椒跟綜合的 香料 沒錯 就是義大利綜合的香料 沒錯 還是你們兩個要不要公正結婚 幹東西 差不多了嗎 因為那個 趙群已經炒著要回家了 對 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香喔 好 椰漿飯呢 他在讓它收汁嘛 對 沒錯 然後我們這邊 椰漿飯當然要有米嘛 然後要 真的嗎 椰漿飯要有米 我太驚訝了 你現在是在耍幽默嗎 要煮飯的時候通常是放水 但是現在我們是放 直接放椰漿 對 所以椰漿在這邊 然後鹽 加一點點的鹽 椰漿本身是有味道了嗎 沒什麼味道 就是奶味吧 奶味嗎 沒有香味 對 那現在煮飯的話就加分了 加水 對 對 這水的比例要怎麼抓 那個煮飯你沒有煮過飯啊 不是 我說你這水要加進去 被嗆了 你一天不嗆人家會怎麼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說你會吃水的比例 OK 沒有 比例其實就是 它沒有別的意思 三杯米然後一包椰漿 大概200ml 隨便啊 好 然後這裡我已經有準備好的米 在這邊 先把這個椰漿弄好的倒進去 那個米是比較小的對不對 都可以 你要用什麼米都可以啊 然後這裡有之前準備好的 這個是香茅 香茅 先把它放進去 對 然後還有 這個味道不一樣 薑片 然後這個是斑蘭葉 這個是我自己 自己在家種的 不是斑蘭葉嗎 自己種的 對 你除了種斑蘭葉 還有沒有種一些別的 沒有 就只有斑蘭葉 你想說什麼 種花種草啊 種蔥啊 然後就這樣 就給它煮一下 它就好了 內鍋蓋你是不是忘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雖然醬醬 但是它還是提醒你 是 你知道嗎 太神奇了 你看 它整個電鍋不用通電 就可以煮了 很厲害 我們這個是無線充電 對 剛才已經準備好了 煮好了 煮好了 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們的椰漿飯裡面的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叫三巴醬 然後這個三巴是 其實可以在東南亞的店都買得到 然後我們已經買了 然後在我們那邊 我們通常會加蔥進去炒 或者是加那個小魚乾進去炒 對 看你要加什麼 但我們今天只用這兩個就好 所以我先炒這個 三巴醬 對 裡面是 有些人覺得那個味道太重了 很東南亞的味道 東南亞 但好吃耶 對 辣辣的 你是不是在夾炒 對 好 這個醬很讚耶 對啊 這新加坡的話 它各國料理都有 剛才我在炒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都很臭 講真的 它那個味道有點很像蝦醬 或什麼那種 可是它又沒有蝦醬那麼新 我覺得它 對 沒有蝦醬那麼新 但是也是味道聞起來很重 它有一點點辣辣 從遠遠就聞得到 它有一點其實沒有 有點像蝦醬的感覺 對 差不多 然後呢 我的擺盤 放幾個 黃瓜片 點綴一下 所以這只是就是這個加熱的動作而已 對 然後現在後面我也加了那個天椒 天椒換學 你看這個顏色整個又不一樣了 好 那這樣一炒過好香喔 對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是要喚醒它的記憶 對 還有可以加一點那個巴西爾 對 這個也是照群種的嗎 沒錯 沒錯 不是不是在超市買的 怎麼有點垂頭上去的呢 大概三片左右 三片就好 對 好香喔 對 就是會有 將會加更多的味道 新鮮的好不好 沒錯 馬上立刻拔下來的 對 聞一下就快好了 就到它收汁就好了 好看耶 就是其實還可以收汁多一點 但是這樣就差不多了 對 它有點像咖哩的感覺 有一點像 但是普蘭都沒有咖哩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因為就是要做起來那個味道 所以就是前面加那個雞肉湯 大部分的味道就靠雞肉湯 OK 所以雞肉湯很重要 對 然後就是我的 我建議就是自己做雞肉湯 再做那個醬料 OK 那我們加 郭師傅 如果我們台灣不用雞胸肉的話 用什麼可以 用腿肉是最棒的 後腿肉 腿肉的話是最好 很嫩的感覺 對 但是它雞胸肉這樣處理的話 還滿不錯的 它至少它 有把它裡面的甜分 跟肉汁鎖在裡面 可是你會不會擔心它會很柴 在對的嗎 待會吃了就知道了 又蒸又這樣子煮過了 還好啊 它剛剛煮了以後 它已經有一個保護膜出來了 還好 OK 也可以 等一下 很臭耶 對 有嗎 所以你剛剛直接討論了 一個說很臭 一個說很香 我覺得這味道很香 很香啊 這個東西都放在我們兩個前面耶 沒有 真的臭 沒有我覺得因為炒過 所以它味道更出來 對 好 對 等一下有沒有吃過我們的臭豆腐 我們臭豆腐聞起來 好臭 對 要吃起來好好吃 要吃起來好香喔 對不對 你把它想像這樣子就好了 對 完成了 吃出來 來 我們可以試吃一下了 在桌上 好 吃吃吃 奶香 椰漿飯 夢多其實你有一些心裡話 真的很大聲 有嗎 我麥克風放在這裡 好好講喔 怎麼樣 吃了口感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 還是就是雞胸肉有點彩啊 然後那個 這個椰奶飯的味道是我個人很喜歡 是 然後就是加上那個什麼 這個剛剛的辣的那個醬 這個味道是很搭 然後主要的是 我覺得是你做的那個 這個媽媽做的什麼奶油雞 對 奶油雞是 奶香雞 這個三個的味道 真的滿搭的好吃 這個是好吃 對 這個好吃 毫無違和感耶 我剛剛吃 好 這個料理只有一個點是我可以挑剔 就是你的飯煮太軟了 飯煮得太軟 好 那除了這個呢 其實我剛剛吃就是 椰漿飯搭配這個奶油雞 其實我會覺得有點會膩 太奶了 但是再搭配旁邊那個酸辣的三把 哇 好搭 整個這樣子組合起來超好吃的 超搭 對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想不到的美味 那假如如果我們這個奶香雞 那我們再搭配這個日式的這個 手工美乃滋 會不會更好吃 手工美乃滋還在 可以試試看 對 還是說再也不要提手工美乃滋這個品 我覺得就讓手工美乃滋走入歷史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